这一次我们花了9000万 请来了全美最强的拳王 我们有十足的信心能够击败魏锐 并且我敢保证 这一战至少能让中国拳坛倒退30年 好 各位现在观众老爷们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这场非常精彩的中日队局 但是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 表面上看起来是中日队局 实际上则是一场中美大战 没有错 日本人不敢打了 小日本人做起了缩头乌龟 自己打不过 花钱请来了全美目前为止最强的拳王 阿尔法 再前想明你也看到了 日本政府这一次是下了血本 像这个妖刀魏锐下了战书 9000万请来了全美最强的拳王 好 可以看出日本为了铲除魏锐 这是下了血本了 好 比次开始 红色拳套魏锐 蓝色拳套是美国踢拳王者 阿尔法 让比赛魏锐在身高上有着很明显的一个优势 让比赛的举办地点在日本东京 所以说日本人很着急 要把魏锐赶出去 可惜他们没有这个实力 连续的推发进攻 魏锐还是一如既往的这个味道 腰到魏锐 他的腿法是最出名的 对方阿尔法的速度很快 但是魏锐的防反 反击打得很好 而且在整体距离上的把控 魏锐一直控制也不错 这场比赛赛前 对方的日本CEO 发言人也是很有意思 很可笑 他表示这一战呢 要让我们中国拳坛倒退30年 真的是太可笑了 搞不好这个日本人 喝肥水喝多了 脑子都喝坏了 包括日本的民众 也都很有信心 表示今天能够战胜魏锐 两人的作战风格呢 是有着很明显的不同 魏锐呢是一个标准的 稳扎稳打的散打 而对方呢是纯粹的一个拳击 包括他的战架 对方就是个拳击手 对方胳膊不够长 这就是臂展上的优势 不有这一拳漂亮 打完一个平钩直接就走 魏锐从来不恋战 这就是他冷静的一个好处 对方的阿尔法 在接到日本这个订单之前呢 据说他已经是三连胜 而魏锐在日本已经拿下了这个九连胜 好 那第一回合双方交手上 我们可以看出呢 对方这个美国选手啊 对魏锐几乎是造不成什么威胁 日本人这点钱九千万 搞不好要打嘴飘呢 双方第一回合的来回试探呢 魏锐是占到了一点点小便宜 好 眼前这个家伙就是上一场比赛 魏锐的手下败将 这些家伙也来观赛来 心里肯定想 千万要替我复仇 他是来看魏锐的笑话来的 但是不好意思 这个笑话你可能看不成了 好 范特比赛继续 第二回合来看一下魏锐的表现 魏锐今天穿的裤子很漂亮啊 中国红 而且纹了两条金龙 非常有我们中国人的特色 哎呦魏锐打得很灵活 打起了游击战啊 打完就走 你可以看到地方这个胳膊不够长啊 我估计现在台下的日本观众啊 看到自己花了九千万不请来的拳王 就这水平相信这个心里边 我就像泼了一盆凉水一样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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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魏锐今天真的是很稳 不给对手任何一个 我能够甚至说是打到我们的机会都不给 好 你看 打完就走 这个打法 我看起来还是很稳健 今天魏锐是求稳了 你俩人依次交手 我们不能让日本人看我们的笑话 比方虽然说矮 但是上肢的这个肌肉维度啊 很明显还是要比魏锐壮很多 双方去换拳的话 魏锐今天也不吃亏 因为速度上还是优势 对于距离上的把控 魏锐今天真的是很顶级了 以后的30秒钟 看一下魏锐 边退边打 这就是技术上的一个差距 好踢屁股 好观众朋友们 比赛第二回合已经结束了 那相信你也看到了两人之间 实力水平上的一个差距 那对手在魏锐的面前呢 只能说 这丝毫办法都没有 对方也很努力了 也很想去找到一些破绽 或者说KO魏锐 但是啊 你看边退边打 边退的过程当中啊 连续的前手轮摆 哦呦 你看这个中拳打得非常稳 好 日本观众的热情已经麻木了 甚至是一句话不想说 九千万啊 当然不可能全是官方去掏啊 肯定会有些投资人 现在这些投资人啊 想必肠子都会兴了 好 比赛第三回合 也是今天最后一回合了 观众朋友们 对方追的还是很凶 但是他就是打不到 这就好比你有一把机关枪 有100发子弹 1000发子弹 但是这个人就站在你面前 一枪都打不着 呃 是没有啥用 对方心里很清楚 这场比赛如果不KO的话 肯定是要输了 因为拼点数 魏锐今天打得很好 很稳 经常有人拿魏锐和邱剑良 进行调调 两人之间呢 是有着非常不同的一个打法 那魏锐呢 偏稳健型 他属于一个比较灵活的选手 而邱剑良呢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坦克一样 很凶 两人各有千秋 都很强 第三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 观众朋友们 您觉得这日本花的九千万花的值不值 说句实话 我看着也挺值了 比如说 最起码 他很卖力 我没有放弃 最后的30秒钟 看下双方还没有创造奇迹 打出KO的机会 好 没有错 本期比赛结束 魏锐的话也是面带微笑 哦 这个表情让日本观众看到 肯定很生气了 好 这期比赛虽然说在日本 但是我们打的却是一个美国选手 无论怎么说 这场比赛的结果呢 我相信您肯定是心里有数 因为对手的话完全不是魏锐的对手 打得很轻松 我们可以说是兵不见血刃的 拿下了对方美国选手 但是结局还没出来 我们不能够说得太早 你看最终的打分 1号裁判给到魏锐 2号裁判还是给到魏锐 没有错 最终3号裁判也给到魏锐 最终没有任何的质疑 魏锐斩获了本局比赛胜利 让日本观众9000万打了水漂 非常精彩 好 咱们再次恭喜魏锐 同时非常感谢 屏幕前进的收看与支持 观众朋友们 这场比赛太精彩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观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